老板好 早 老板 我想跟您反映个事情 说 就是那个胡经理 最近新招了一个主管 这个主管平时特别的嚣张跋扈 骂我们不说 还说 说什么 说我们是看门狗 还骂我们是臭保安 说我们要是不想干的话 就让我们趁早滚蛋 我们保安部的兄弟 这个月都被他骂走三个了 还有这种事情 这个主管来了多久 来了有半个多月了 胡经理怎么会把这种人招进来 我听说好像是他的表妹 表妹 他今天来了吗 还没呢 他平时都是十点半以后才到 这会儿还有点时间呢 这样 你去拿套保安符给我 今天啊 我要亲自会会的 好 站住 你的公牌呢 公牌 什么公牌 来 好好看一下本小姐这张脸 我需要带公牌吗 滚蛋 没有配戴公牌 不能进公司 这是规定 规定 谁告诉你的规定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才是规定 看来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可是新来的主管 是真相 你小子 给我记住了 赶紧滚蛋 主管也不行 你身为主管 难道不是更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今天没有佩戴公牌 就是不允许进 我说你这个臭保安 你个汉门狗 你信不信啊 我分分钟啊 扒掉你身上这层皮啊 你怎么还骂人呢 你也太嚣张了 我骂的就是你 我骂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一句话 能让你立马滚蛋 让我滚蛋 不是你说了算的 那是老板说了算的 哎呀 那我告诉你 老板不在啊 还就是我说了算 哎 你信不信啊 我现在啊 我就给我表姐打电话 在你来之前啊 我已经开组 三个保安了 不然你以为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啊 喂表姐 你赶紧来公司门口一趟 这个臭保安欺负我 嗯 好 那我等你哦 你小子 你完蛋了 等着吧你 美女 你的表姐是谁 我表姐是谁 我说出来我吓死你 狐狸精 狐精力 听过吗你 美女 我奉劝你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祸 哎 对哦 还给我拽起文化了 还雨呀祸呀的 别嘚瑟 等着吧 一会有你哭的 老板 王秘书 你怎么来了 谁 让我看看 哪个不长眼的 表姐 找给我 张总 你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回事 张总 刚刚呀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怪我呀 油盐不是泰山 没把您认出来 您是妖精 哎 你看我大哥这玩意都没认出来 你扔掉 不好意思啊 误会 你刚才 你刚才的嚣张劲儿去哪儿了 我 怎么会下表妹 怎么了 这是 怎么了 我来告诉你 你这个表妹 自从进了公司以后 从来没有佩戴个公帕 还天天迟到 更是看不起咱们公司的保安 我今天啊 就亲自会一会她 发现她的人品 果然是这么低劣 表妹呀 我都跟你说了 这里是公司 是公司 不是家 上班不能说脏话 要代公牌 你怎么就不听呢你 行了 你也不用多说 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人品 才分三六九等 任何职位 都值得被我尊重 保安怎么 保安就是保公司平安的 没有保安 哪儿来的公司平安 对对对 你这样的人品和素质 根本就不具备 当主管的资格 从今天起 你被开除了 张总 还有你不经验 你竟然不经我 同意 私自把自己的亲戚 安排在公司 这么重要的岗位上 自跑板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改 我改还不行吗 既然知道错了 那就承担责任 我罚你 今年一年的奖金 全部扣除 不行啊老板 我这一年奖金几十万呢 我又少 有老下 有小的 你扣了我奖金 我怎么办呀 不想扣是吧 也行 那就带着你的表妹啊 给我一起滚 谁来接我的 你把别人这么好 到车碰坏了 你赔得起吗你 穷光大 张晓明 我告诉你 今天我的好朋友 在这个高档的餐厅 给我办生日party 就你这种土鞭 你这辈子 同妈都没见过吧 有什么事 抓你说 说完赶紧走 要是我朋友看见你 丢死了我 我知道今天是你过生日 这个车啊 是 是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可以来找我 但麻烦离我的朋友们 远一点不行吗 他们要是看见你了 我这脸往哪放呀我 我躲得还不够远啊 今天是你生日 我特意啊 给你买了花 等会儿啊 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谁稀罕你这几十回样的破花呀 带我去吃饭 哎 我说张晓明 你一个臭松外卖的 他每天还西装革履的 你不累是吗 你要上一天班真不累啊 就回家好好想想 该怎么赚钱养我 啥也不是 你有什么脸来找我呀你 我是你男朋友 我来接你一次吗 行啊 那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不是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男朋友 有一天会去送外卖 你去我公司那边 给我好好看看 我那些闺蜜们 他们的男朋友 人家每一个不是开宝马奔车 你打啊 就你 开个破电动车 还想让我坐 我告诉你啊 本小姐呀 是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啊 我也不坐在你那破电动车上笑 那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要不是当初你妈非得要那三百万的彩礼 我不得已把我公司运作的那三百万拿出来 我要是不拿那三百万 我的公司怎么会破产啊 我妈问你要彩礼不是应该的吗 你吼个屁呀 你吼 一点梦想都没有 真是 气死我 梦想 那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就是努力赚钱 然后给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样的梦想还不够吗 哎呦行行行 您没错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满意了吧 以前我有钱的时候 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 现在我没钱了 不管我怎么做 怎么说 我全是错的 即使我没错 你也要挑点毛病出来 对 你没钱呀 就是你最大的错误 北小姐 只能陪你同甘 我可不能陪你共复 来 看看 那辆白色的宝马 来接我的 Honey Honey 就你这样的德行 你这辈子 口罢都买不起吧 哼 所以 你今天是不和我一起吃饭了是吧 我还给你吃个屁呀 老板 亲爱的 这辆车是你的呀 对 是我的 哎呀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人家啊 早点告诉你 我刚来的时候就想告诉你 你给过我机会了吧 那行 我现在就再和你说一遍 我的公司 接到了一笔新的投资 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运营了 这辆车 原本啊 是打算送给你当生日礼物的 意不意外 太意外了 不可惜 我的生活里 已经没有了 小明哥 我刚刚呀都是误会 都是我的错 免亮我一次好不好嘛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你说的吗 你的跑马车就在那边 你的幸福就在那边 你去呀 你去呀 还有 彩礼器的还给我 好可乐的能力 力气我就不要了 对了 这花 你还要吗 要要要 你配吗